不过在桃园今天大家很在意的是 又有两所学校在今天必须要先预防性的停课 在桃园的复旦高中这边传出有学生家长确诊 昨天晚上他们就接到了卫生局的通知 而这名个案是桃园某高职的教职员 上个星期五筛检的时候其实是阴性的 结果他星期一的时候搭车到高雄来隔离 防疫汽车的司机却是因此确诊了 感动内容我们来听听校方最新说法 那这个家长我大概报告一下 今天我最新了解的状况是 这个家长是我们桃园某医所高职的教员 那么他在上个礼拜五和上礼拜天 做筛检都是阴性 礼拜一接到通知说要预防性隔离 然后礼拜二的时候他坐防疫汽车去高雄 到了高雄以后 那一天刚好那个防疫汽车的司机确诊 他是昨天下午确诊 那么他的家人目前的状况 我们了解我们很关心孩子的状况 是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他的家人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今天要做筛检 好来到底是因为大防疫急诊车 而被确诊感染 还是说呢 因为先前他就已经确诊感染 这一些传播链 现在都必须要一一的抽丝剥茧来厘清了 原因是因为呢 现在大家很担心的是在社区里头 到底确切的状况是什么 五个月没有传出有疫情的高雄 现在有一家三口确诊了 所以高雄市政府呢 要强化市场学校 还有餐厅的防疫措施 说现在在市场的入口地方 都会有管理人员来协助落实实联制 更多内容交给市员 好 主播在高雄呢 有个四岁的小朋友 还有他的父母亲都确诊了 那现在呢 市府也加强要有这个家延的措施 包括市场学校还有餐厅 那市场这个部分呢 是除了要入场实联制之外呢 还要量体温 基本的戴口罩 以及手部消毒 还有人流管制 那但是呢 在一早这个 在这个瑞新市场这个部分 虽然入口的地方呢 是有QR Code 让民众来扫实联制 也有这个工作人员来管理 但是这个外围的部分 总干事表示 确实要落实防疫措施 是有难度的 我们来听一下总干事的说法 现在就是过年的时间 人潮是比较多 就是我们尽量人流会管制 然后进入市场 我也十年次 还有戴口罩 然后量体温 量体温 但是我们市场里面 我们是可以控管得到吗 那外围的部分呢 外围的部分可能就要 市政努力 就要在 要和人手来管理一下 总干事呢 也是蛮无奈的 因为这个过年年节快要到了 所以来市场采买的 这个人流会比较大 但是呢 这个市府突然要强化 这个防疫的措施 是有点人手不足的 那加上外围的市场呢 是不属于市场管委会 管理的范围 也让这个 他们呢 是相当的忧心 就怕会出现防疫破口 以上目前最新鲜 先把镜头讲好呢 好 现在呢 又开始 这个神经要绷紧了 因为刚刚讲了 说五个月 高雄这边都没有确诊个案 昨天确诊的是一个 四岁的小朋友 那他所就读的幼儿园呢 已经赶紧做清销之外 全校失声 79个人也通通都要筛检 同时还必须要去旅馆隔离 那幼稚园的小朋友 没有办法自理啊 一定要请爸爸妈妈陪着他去 所以家长接到通知的时候呢 赶紧杀回家整理三天行李 再到现场来等待车辆 很多爸爸妈妈说 这真的是太措手不及的讯息了 甚至有人呢 来不及整理行李 就直接摊在幼儿园的门口 整理东西 有人说呢 是时间不复 时间东西带太少了 现场呢 是有点焦头烂额感 也有家长说了 这个小baby很担心说 不知道他们目前的 身体状况好不好 也很担心自己的孩子 会不会因此染疫 竟然担心到哽咽崩溃 其实呢 家长的焦虑 大家都知道 但就是希望 这些预防性的措施 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 医护人员穿隔离 进驻幼儿园全面裁检 全校失声 总共79人 全都得PCR 高雄金爆 一家三口确诊 小朋友就读的幼儿园 笼罩紧绷 氛围 赶来的家长 吓到哽咽崩溃 疫情蔓延高雄 就怕大失控 确诊男童就读的幼儿园 赶紧清销 也紧急通知家长 打包行李到学校 因为79名失声 裁检后 全都得直送防疫旅馆 刚刚才跟你们讲 很突然这样子 是几点跟你们讲 12点的时候 他就说可以先整理一下 说大概三天左右 一名孩童 有一位家长陪同进旅馆 突如其来的通知 家长整个措手不及 有人敢来行李 直接摊开大门口 整理起来 有人东西没带起 请人紧急送来 现场焦急询问声没断过 一片手忙脚乱 你可以先进来 晚上就叫家里问败 确诊 然后我先 你送给你去你的款 不然我们都是进上班 小朋友害怕 斜脸上 家长牵着孩子 带上行李 排队上游览车 准备进行隔离 不过可能沦陷的 不止幼儿园 还有这里 确诊母亲因为工作环境关系 接触者近高达200多人 卫生局三小时动用四家医院 针对一家三口接触对象 中共三百六十二人进行裁剪 另外包含他们曾去过的好市多 以及诊所也全数暂停营业 大行销 这波疫情从台湾头烧到台湾尾 烧进高雄 恐怕还要继续延烧 记者黄天耀 红玉兰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